江远 忙呢 王忠知道江远回来了 计算着吴君的迷信仪式该结束了 就溜搭着过来了 一副公务员没事做的模样 江远 恩的一声 道 找了一套图片看 哎呦 套图 王忠来了精神 满脸的笑容 我就说 他一副同道中人的模样 挪到了江远的办公桌后面 就见大大的屏幕上 以扇门半开不开 明暗间全是横七竖八的血迹 我去 王忠险些跳起来 他也不是害怕 出几次现场的人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就是图片和预期太不相符 吴君抬了一下头 不满的看一眼王忠 同样是年轻人 王忠还年长几岁 但做事就是不行 讲业务吧 都是排队尾的 尊老爱幼的传统美的也不是很懂 说话做事又很跳脱 十三年前的激案 江远算是给介绍了一句 办公桌另一头的吴君听到了 不由问道 哪一起 江远立即反映过来 这十三年前的命案激案 妥妥的是吴君经手过的 江远立即做乖巧状 到611合禁情案 犯罪现场非常多的血迹 我有印象 有些照片还是我拍的 吴君说着就起身 走了过来 站到江远身后 吴君又点起一只中华 轻轻的吐出来 道 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你现在选择做这些命案激案是好事 趁着我还在 说不定还能记得点东西 再往后 等我退了 全国大江南北的玩去了 你到哪里问人去 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就是了 江远在村子里吃百家饭长大的 该说的话还是会说的 吴君畅想着退休生活 满意的点点头 道 也行 到时候 老太婆要是不让我抽烟了 我就说 想案子必须的抽烟 唉 这就能混两三根的烟回来 江远听得莫名心酸 心道 这么算下来 官二爷抽的烟都比您多 聊天结束 江远继续一张张的刷图片 吴君看着没吭声 就抽烟 时不时的 目光还越过烟圈 好似回想着什么 王中就傻看着 他做很简的 要说血迹检验也能涉猎一点 但是 有一说一 血迹学到LV1的水平 也就是看看喷剑的位置啥的 离开了陷案现场 基本发挥不了啥作用了 更别说 王中的血迹学很可能就是LV0.3的水平 大概能将明显异常的凶手血迹区分出来的样子 他从警校毕业 参加联考入职以后 暴力犯罪的数量就已经很少了 涉及到血迹的更少 学都没地方学去 事实上 现如今 这方面的人才反而是过剩状态的 暴力案件的供应跟不上 以前做血迹的痕检也没死 偶尔发生一起血铺满地的案子 事局省厅的血迹专家 就像闻到为了事的扑过来 也没有王中锻炼的环境了 这里有血脚印呢 王中看了好一会 终于是看到了熟悉点的东西 江远还是恩的一生 又将此图划了过去 没用的吗 王中问 不知道 江远吐了口气 再给师父一支烟 王中一支烟 自己一支烟 坚强地用过嘴烟抵御二手烟 王中浅吸一口 道 你都不知道的话 这个脚印大概是找不到什么东西了 隔得太久了 这种没什么特色的脚印 只能做出一点基本的判断 江远见王中有兴趣 于是扯过一个笔记本 翻开一页空白的地方 边写边道 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大约在25到30岁 男性 身高170到175 体重120到140 都是很普通的数值 江远写的都没意思了 这些数值可以说是中国男性最普遍的数值了 当然 现在的青年人的平均身高提升了不少 但他们进入到犯罪市场中的人数还不够 王中有点理解江远的意思了 点头道 所以说 足迹这边 提取不到多少信息 也不一定 江远放下笔 将照片连续向前翻了十几张 到 这里能看到他的步态 他将几张照片找了出来 也是刚才看好的 让王中自己翻看照片的同时 江远又将这几张照片的编号记录了下来 再放下笔 问王中 道 你看出来什么吗 王中一脸茫然 就像是刚刚看血脚印的时候一样 江远有意叫他一些 就道 最基础的足迹教学 你背下来 第一 远看轮廓 近看磨损 测量与观察相结合 王中莫背 傻乎乎的样子 第二 一看脚步大小 二看起落脚 脚型很重要 四个区域逐个找 边缘特征利用好 综合分析别忘了 江远说着在笔记本上 将这两段话写下来 再问王中 记住了吗 王中一脸蒙 他要是能过目不忘 早自己起飞了 江远于是从刚刚写了两段话的笔记本上 撕了做记录的那页纸下来 递给王中 道 回去看看吧 吴 王中莫读了一遍 小声问 四个区域是哪四个 指脚趾 脚掌 脚弓和脚跟 江远道 背会了 看些照片啥的 比较一下就按 把指纹的经验用起来 很快就可以实战了 王中连连点头 吴军看他们说完话了 把烟一拧 问 你从不太看出啥了 看得出这个人心理素质挺好的 江远又将刚才的图片调出来 道 你看这几部 不服基本没有变化 吴军和王中都看着点头 这里还有拖叶的痕迹 江远叹口气 指着另一张图片 道 凶手应该是把受害人打倒了 受害人还在挣扎 他就往天抬脱 即使如此 也是一步一步的 不服相当 非常冷静 对 所以 很有可能是惯犯 江远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两个字 又到大胆一点的推测的话 我觉得 有可能是刑满释放人员 吴军这下子来了精神 道 你说的有道理 有没有坐过劳 心态是不一样的 如果受害人挣扎叫喊的时候 他还能不急不缓的 那很可能就坐过劳 而且有可能有暴力犯罪的经验 也不一定是暴力犯罪 江远小小的修正了一下吴军的话 又道 从写机上看 我觉得 更有可能是性犯罪 为什么 我记得 这个女孩子没有被性侵 吴军皱皱眉 现在看着现场图片 他已能渐渐地回忆起案件的细节了 13年前虽然很久了 但命案给人的印象是极深刻的 江远挑选了几张图片出来 再将顺序啰了啰 道 中心现场是天台 但受害人不可能自愿前往天台 所以 凶手应该要在开始阶段 就威逼利诱 至少 到消防门的位置 就掏出了刀 吴军恩的一声 就听着 江远指着血迹 道 如果目的是杀人的话 既然掏出刀来了 直接捅就可以了 前往天台 其实并不是很有必要 他如果是有过类似的经验的话 应该知道 前往天台 风险反而会更大 另外 他还拖曳对方去天台 目的何在 目的是为了强奸 对 江远肯定得到 而且 很可能在电梯里 已经有猥亵行为了 因为女生家住中间层 上到顶楼的原因 肯定是凶手 有道理 还有 我认为凶手最初的目的 也许就是猥亵 因为犯罪现场是在受害人自己家的楼里 这个理由 也可以解释他为何最终放弃了强德肩 应该还是感受到了风险 最终放弃了强德肩行为 吴军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相比之下 他还是更信任江远的判断 看江远已经理清了思路 吴军果断道 你这个判断很重要 我觉得已经有重启案件的基础了 韩老黄来吧 lah 感谢观看